自从余生夫妇拍出后 剧中那么多的的吻戏 网友们评论说 这一定会使两人的关系升温不少 但在花絮中 两人拍完吻戏后都显得十分的害羞 特别是杨子更是害羞到脸红 但杨子自从上一段恋情失败后 就说过再也不会因戏生情 剧中和现实一定得分得开 花絮之中 杨子确实会与男人保持距离 但与肖战确实显得有些例外 可杨子在采访时却说 自己单身遇到喜欢与适合自己的 也会主动出击 此前杨子被调侃 肖战是你的理想男友行吗 杨子支支吾吾的反应是否说明了什么 而在花絮中 杨子追问肖战你喜欢过我吗 可肖战的反应也似乎有些害羞 其中的爱意根本藏不住 两人是否会因戏生情 毕竟大家都是单身 这也未必不是一段美好的因缘 杨子也是很多男生的理想型 但杨子是否肖战喜欢的类型呢 假如两人真的在一起了 估计这也是很多网友所希望的吧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